康康嘴基車8萬訂閱Q&A時間到 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集的康康嘴基車 那今天康康要來幹嘛呢? 沒錯今天就是Q&A的時間啦 康康達到8萬訂閱 所以來辦個Q&A的活動 正所謂8萬訂閱漫漫長路啊 不過也感謝有各位粉絲這樣一路上的支持啊 今天的Q&A呢 好吧是康康算是第一次 但其實假如有跟過直播的人應該都蠻瞭解康康的喔 那假如這一集呢就是給一些平常沒有看過康康直播或是不常看 或是偶爾會漏掉一些問題的人 當然這次呢 Q&A我在IG啦 Facebook啦 跟Youtube都有做一個真稿 所以今天呢 就分三個階段來給大家看一下喔 好那一開始呢我們先來回Youtube的那個 Oh by the way 康康換XS 但是我還是不習慣 太大了 真的太大了 OK第一個是什麼時候要從顏值Youtube轉成機車達人 這個我還在努力啊對 因為畢竟顏值Youtube要轉機車達人是一個蠻辛苦的路喔 想看康康大大跟13N大大合作拍片 13N看到沒有OK I'm waiting for you 車禍最嚴重的一次喔 其實說來好笑 康康呢車禍最嚴重通常都不在三路啊都在市區 真的嚴重 真的最嚴重一次那就是騎著我媽的高手業舞 那時候呢偶爾會騎著媽媽的高手業舞通勤 高手業舞因為前後鼓煞 那那位三寶呢沒記錯他是闖紅燈外加雙黃線迴轉 哇這個真的是避不掉啊 所以當下撞擊力還蠻大的 因為我當下就知道哇我殺不住了 所以就上去了 然後呢躺在地上那時候還是戴著元素帽 我的GPTAG 好險因為元素帽GPTAG 救了我的頭一命啊 所以我牙齒呢緊緊的斷裂了一小腳 不然的話我相信會更嚴重喔 所以有遇過這種情況也知道安全帽的可貴啊 那一次呢其實牙齒裂掉 然後呢甚至膝蓋韌帶呢也因為這樣受傷了 到現在就鬆了也回不去啦 所以還是謹記各位啊好不好 大家小心三寶失去失去 就連康康老司機還是遇過一次這種那麼嚴重的車禍 好但是裝備也很重要 好康康跟黑男有什麼血緣關係嗎 幹我有那麼像嗎沒有吧還好吧 想看康康到底換過幾台重車喔 重車來講小忍算嗎小忍然後換600F CBR600F然後再換6R 三台還好吧 那但是那時候大概是一年換一台啦 所以呢做頻道之後呢才跟朋友講說 幹拜託要就是攻頂攻你最喜歡的不要 要遷就OK預算預算內的情況下 康康是不是沒錢怎麼還在騎白白車 對康康就是窮啊 康康的確就是沒錢啊 所以才會做這個YouTube然後告訴大家說啊沒有錢不要玩重車啊好不好 這都是怪人經驗啊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應該比康康還窮然後也在玩重車的啊 當然有錢有錢的話還是會考慮紅牌啦 所以結論就是沒錯康康還是太窮了 好詳情下一個 想請問康康是在什麼樣的姻緣機會下才開始接觸檔車的喔 第一台檔車是KTR 就單純的 喜歡檔車但是又覺得野狼太趴了 當初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選KTR但是就是 我覺得其實一開始18歲18歲19歲的時候年輕的時候真的沒有想太多 單純就是想騎檔車就買了 可以說說自己測掛時期的回憶嗎 我真他媽快啊 我殺騙天下無敵手 OK 開玩笑的 為什麼不再繼續玩下去 其實我在追康康應該都知道說其實康康現在也沒有玩重車 那為什麼不玩重車呢 其實就是因為 第一個花費太貴了 那也不是說玩不 也不是說真的玩不起 而是其實玩重車呢 康康其實蠻難存錢的喔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後來有自己另外的人生規劃覺得 應該要來好好奮發向上一下 不要再沉迷於這個 酒池肉林裡面 為什麼會有五指山小霸王的稱號 因為以前呢常常就是 剛剛就只跑一座山就五指山 我剛剛不跑北 然後 其他山路也會跑但是真的少之又少 除非朋友一直找我才可能會去參加一下 那你知道車圈嘛 就是這樣 你想你只要騎得稍微快一點壓得低一點 或是騎得帥一點 或是本身長的顏值高一點 你就會被取一些綽號 那那時候呢 其實車友給取了 就是五指山小霸王 好玩的啦 請問能否潛談今後頻道的影片 類型 規劃及未來影片內容所希望的走向 呃基本上呢 康康的頻道呢一直都在變 通常呢我現在就是維持 只要能維持 每個禮拜都有影片 然後 品質不要太爛 然後呢 有些內容是幫助到各位 讓大家沙沙時間有序快樂就好了 好不好 沒有想那麼多 但是未來的話當然希望說 我只要隨著訂閱越高 然後可能 還是能希望 做更多高質感的影片給大家 例如一些試乘車啦 或是一些有趣的小劇場啦 這都是康康一直想做的東西 然後下一個 請問康康在經營頻道的過程中 遇到最大的瓶頸是什麼 最大的瓶頸 應該是 一開始還好 然後中期呢發現 在機車題材上呢 開始有點瓶頸 不知道要講什麼 因為有些東西太基本 大家講了 可能大家都知道 但發現 又不是 所以呢在題材上面其實 想花了很多時間在想 然後後來呢是 發現慢慢發現 時間不夠了 題材我慢慢的題材 我一直想打安全帽 想幹嘛想幹嘛 但是真的沒有時間去拍攝 所以現在反而是 時間 OK那YouTube先到這邊 接下來是IG的部分 是不是單身 是多大年紀 78年次 MSR真的好騎嗎 原廠不好騎 夢想車 以前是Ducati跑車 現在實際一點的話是 701 還是Guana 做頻道到現在多久了 喔應該有兩年多了 滑胎跟仿賽你選哪一個 滑胎 可以請問你從自己所學到現在改行 攝影的歷程嗎 有機會直播跟大家講 對但是不確定大家想辦法看 想看留言 之後會出試駕單元嗎 其實 呃 假如有好的車子 或是大家有興趣知道車子 就會 46 or 93 46 表妹單身嗎 單身 OK IG 就是這樣 再來是FBL 請問康康 不管是重車 青檔 或者速可達車 對你的意義是什麼 對你來說 車 是一個什麼樣的存在 騎車帶給你什麼 紓壓爽 假如有前狀況好想入台 想入手哪一台重車 剛說過 701吧現在 就是滑胎車 水野朝陽比較好還是追明空比較好 恩 看過本人來講我個人比較喜歡追明空 水野朝陽追好像有點胖 好三道王子變乾地攝影師 就是做何感想 很累 但是 很充實 好再來就是我整理就是三個平台裡面大家都很容易問一樣的問題 請問康康會賣衣服嗎 喔 就是大家知道康康之前做過嘴機車衣服喔 那這個經驗告訴我是很多問題 然後呢 很累 所以呢 真的要做 應該是10萬以後吧 再考慮 因為康康出的衣服絕對是品質保證 康康又考慮出嘴機車貼紙嗎 一樣 就是10萬以後考慮一下 康康還有騎重車嗎 我剛講過了沒有 還會有想要買紅黃牌車嗎 其實 曾經有在想 會 想想就覺得 現在真的不需要呢 忙到實在沒有機會 跑山然後呢 MSX 只是 失去通行 就很爽了 所以 加上公司呢 坐決定就會到了 然後 騎車也 白牌也很快就到了 實在沒有一個很大的動力推坑自己 曾經真的想要推坑自己啦 就說 應該買一下 現在 有些車蠻便宜的啊 但是 還有點是其實找不到自己剛剛想要的車啦 DRZ 太重 或是狀況可能不好挑 然後 好的滑胎車 恩 太貴了 還是錢的問題啊 什麼時候辦見面會喔 就是 好死不死 最近呢 剛好在下禮拜 就是5月12 13那個禮拜 剛好 剛剛會下屏洞一趟 然後呢 剛好又有個場地 所以有機會可能會跟大家辦個小小的粉絲見面會 那詳細的內容呢 好不好 敬請期待最近的比如說頻道啦 或Facebook 會有更詳細的一些資訊 比如說 時間地點在哪裡 然後會看看會出現 然後辦個 小小小小小小小的 見面會 所以南部的車友 敬請期待 那北部的話呢 就是剛剛真的好懶好累喔 好啦 再說啦 好不好 那為什麼會想做YouTube 其實康康最喜歡的就是攝影 那攝影加上做影片 所以就說 欸 既然自己有在騎重車 那 不玩了 總得找點試做吧 那就來拍影片好了 就這樣子 就接觸了YouTube 當然這還有更大的 原油契機就是 一千納常在山路上看到一大堆 白痴車友 瞎車友 自己鍵盤車手 嘴砲車手 然後呢 亂交 然後以前呢 康康只是個小小車友嘛 覺得 救人的命勝到七級浮屠 所以常跟車友說 啊 幹他媽的 他們都可以交成這樣 那以後未來交好了 一直到把車賣掉呢 才正式的踏入這個 才正式開始做這件事情 所以康康為什麼做YouTube頻道 就可能 捏造太多了 啊 想減輕一點罪行 OK最後一個問題 那就是 康康有正職嗎 康康現在職業除了YouTuber 還有什麼 沒錯其實這一次的這個Q&A跟8萬Q&A回饋粉絲活動呢 這就是跟這個職業有息相關啦 可能很多人都覺得說康康是不是全職YouTuber沒有沒有 全職YouTuber會餓死啊 尤其現在康康的階段會餓死 真的會餓死 所以康康本身現在是在JKF做in-house的動態攝影師喔 那就是其實工作內容不外乎就是拍拍雜誌啊 然後拍拍一些妹子啦 然後以及就是像8月2號到4號的台北國際全人展 都是會康康在那邊拍攝 其實去年就很多粉絲朋友在全人展遇到康康囉 所以呢康康的職業是什麼 第一個 JKF的動態攝影師 以及YouTuber 再加上呢 平常假日會拍攝一些活動 婚禮活動 電影派利 三鐵 哩哩哩哩哩的一些動態的活動 但是都以動態為主啦 所以 的確都跟攝影有關 但是 身兼三職 所以康康一直不要說 康康為什麼 一直在那邊喊累了 因為真的很累 OK 好不好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體諒一下 那 說完這個以後呢 好不好 最重要的來了 那就是 幫公司業配一下 以及 回饋給粉絲 好不好 謝謝這8萬的粉絲朋友們 的支持 一路走來的支持 那就是 提供這一次提供這個 三上優雅的機車牌 而且什麼 還有親筆簽名 因為其實呢 前陣子 咱們三上優雅小姐呢 有來 有來台灣啦 然後有辦記者會 那就是我們公司辦的 然後我們公司辦的情況下呢 我們就有做這個東西 機車牌 老司機 然後呢 給這個 咱們的媒體朋友 所以當時一看到就說 Oh damn 這不行 這個我一定要拗一下 拗一下 拗來這個 送給我的粉絲朋友 順便做個活動 於是呢 就這一次想法 Q&A8萬順便回饋粉絲活動 又是這個 山上優雅機車牌 再給大家看一下 好不好 想不想要 還有親筆簽名 跟妳講 這個是價值連城 親筆簽名的部分 那這次活動呢 這次活動呢 會有8個 8個這個東西 好不好 8個 那活動辦法是什麼 那就是 看完這影片以後 你有什麼樣的感想心得 或是想對康康說的話 在下面留言 就好了 好不好 那康康會抽出留言 那大家歡迎踴躍的留言 那至於抽獎的時間 或是 公佈獎品呢 應該就是 下禮拜的 會跟著下禮拜的那個 南部的小小粉絲見面會的一起公佈時間地點以及中獎的名單喔 OK 好啦 那這集康康Q&A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 也能因此更了解到康康了 嗯 應該OK吧 應該OK吧 雖然其實有在跟直播的人 或是真的 真粉 康粉 根本都已經知道這些問題了 所以謝謝你們撐到現在 OK 其實你們是為了車牌而來的吧 老司機們 如果你喜歡這影片的話可以 麻煩按讚訂閱加分享 記得小鈴鐺給他按下去 好不好 看看發什麼新的影片 你就會看得到 當然看看有IG跟Facebook 都在資訊欄下面 你可以去追蹤一下 好啦 廢話不多說 讓我們 下禮拜再見 掰掰